嗨,大家好 我是MateKid的Leo老师 今天这一讲我们将带领大家下载安装并设置好我们的IDL1 Python的IDL1 3.8.5的版本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面输入Python 进入到Python的唯一的官网 Python.org OK,我们在Downloads里面选择Windows 然后选择最新的版本 我们把页面往下拖,一直拖到Files 在Files里面呢 我们找到相应的版本,64位的 因为Windows是64位的版本 OK,点击下载,很快就下载完了 然后双击直接打开,开始安装 最开始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OK,我们要勾选最下面的路径 一定要把它打勾 再然后点击Instant Now OK 很快就完成了,对吗 在接下来关闭我们的安装界面 然后点开左下角的开始 然后找到P开头的程序 在Python里面第一个就是IDLE OK,找到没有 好,直接点击打开它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IDLE的界面 我们把它拖到屏幕中间 在里面输入第一行命令 Print Hello,Python 回车 已经会看到执行了这个命令 屏幕中打印出来,Hello,Python 好,我们接下来来进行IDLE的相关设置 那么先打开我们的设置界面 首先我们要设置的是我们的字体 那它默认是在送体啊 我们可以选择Consors 在下来框里面选择到Consors 选择完字体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字号 我把它调到20 这样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 会字会显得大一点 设置完字号之后 我们开始设置颜色主题 OK,在颜色主题 我比较喜欢深色背景的颜色主题 它这里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选项 IDLE Dark 我们点击 然后Apply 应用就好了 OK,整个界面变成深色的主题 那么再选到上面的General 我们选择窗口的初始的宽度和高度 因为我们初始阶段 不需要那么大的屏幕 所以我把Y4调到50 Height调到30 那么再点击最下面的OK 基本的设置就已经完成了 关掉窗口重新打开 那我们会发现屏幕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单命令航窗口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再点击最上面的File New File 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把两个窗口并排拖到一起 左边的窗口叫单命令航窗口 右边的窗口呢 是编辑器窗口 那显然一见 我们刚才在左边输入了一行命令 对吗 现在我们尝试在右边 我们输入两行命令 就是更多行的命令 Print Hello Word 还有呢 Print Hello Python OK Hello Python 输入完了之后 我们首先是要保存我们的文件 也是点击上面的菜单 File 然后选择Save 整个打开文件夹之后 选择保存路径 Let's get Python Series 1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less than zero one 第一课 OK 然后双击打开我们的文件夹 然后给我们刚才的文件 取个名字叫Hello 好 点击Save 确定 然后呢 我们运行我们的这个文件 快捷键F5也可以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左边的单命令行窗口 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运行窗口 就运行出了 Hello Word Hello Python It's OK 以上呢 就是在Windows系统的电脑中 下载安装和设置 Python最新的3.8.5版本 OK 下讲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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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